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刚才几位同修给大家已经都分享了很多精彩的感受 如果是对于一群从来不修炼的人 这些人就是疯子 是不是 你们听了以后说这什么都跟什么一群精神病患者搞到一起来了 还在这儿有模有样的还叫分享 这个世界是真疯的 不是修炼者疯的 是所有的不修炼者都是疯子 这是给大家起了个病名叫失心疯 懂不懂什么叫失心疯啊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心丢了 心丢了的一群疯子 而在这个我们的中医学和精神科里面有一个病名叫失心疯 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意念 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念 然后呢 一群疯子 那么我们今天 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修炼者是被别人取笑的一群人 不修炼者 大家都还标望自己 我是一个绝对的不修炼者 一个绝对的凡夫 以做凡夫为荣耀 而修炼者反倒觉得偷偷摸摸的 不敢光明正大的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那之前相关课程都给大家讲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教育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 现代教育 让大家固执自己的肉体 这个肉体是我 我的念头是我 所以已经不知己见 妄想执着 已经根深蒂固了 那这个样子 你就失去了 寻找真正的自己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 到底我 谁是我 我是谁 那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我来到这个世界 要干什么 所以这些问题 是人要明白活着 必须解决的问题 否则的话 那你不白活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 自己骗自己 不要去寻找 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且对于那些 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人 嗤之以鼻 甚至笑话 包括一些宗教传播者 和宗教实践者 那么也是同样的 没有真正的 去寻找 谁在修炼 谁是那个修炼的主体 最后 我通过我的宗教 我宗教教主的智慧 怎么达到和教主一样 然后真正的 获得永生 或者不生不死 不够不尽 那么达到究竟的解脱 那么现在的宗教 已经真的变成一种宗教 而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学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大概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在学习不停地求教 走遍了世界的很多的地方 那么就在为大家寻找着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活着 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么大家要想明白这个答案 首先你要知道 谁是你 你是谁 也就是说你现在认为自己是自己的那个自己 它是不是真正的你 我们平常以为这个肉体是我 这个肉体是死尸 当你死的时候 胳膊腿都在 心脏也在 脑子也在 嘴巴也在 但是它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你没有死 你心里清楚明白自己死了 是肉体死了 但是你怎么还没有死 就是那个不死的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它既然不死 它要去哪里 那这个不死的 是不是那个永恒的我 这是所有的宗教 圣者 他创立宗教的这些圣者 都是大智慧者 他们是获得了 我们人类最高文明 最高智慧的一些科学工作者 他们通过自己的追求和实践 最后留下了人类最高度的智慧 这个高度的智慧就告诉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最了不起的 这个最了不起的这个称呼 佛教呢 用了一个名词叫如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来 那么在基督教 天主教 那么他用了一个名词 叫上帝 我们每一个人都十分的尊贵 叫升贵主 就是你出生 你是一个贵族 你是一个很尊贵的种姓 为什么这样告诉大家呢 因为你是上帝之子 你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你是上帝的孩子 那你并且是上帝的独生子 为什么叫独生子 因为上帝没有老婆 上帝没有说跟人间一样 夫妻结合生孩子 那上帝没有老婆 他就生了你 所以你是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 按照天主教 东正教 只要是耶稣 法媒的说法 大家都要真实地认知 我们是独生子 是上帝 自己就生出了我们 他没有老婆 那么上帝是什么 上帝是谁 上帝不是个人 上帝如果是人 他可以创造人类 那么他也可以创造驴马 他也可以创造植物 他也可以创造山和大地 那就证明上帝他不是人 那么他是创造万有之父 我们称为天父 称为上帝 上帝就是在他之上 再没有东西了 他是万有的开始 所以我们称之为上帝 众生都是上帝之子 都是独生子 后来到了六道空间以后 不同的空间 有生养儿女的不同方式 有化生 有胎生 有卵生 有始生 这个大家学生物 叫四大类化生 我们人类是胎生 我们要住母胎 要有父母 然后生我们 有卵生 像凤凰 孔雀 鸟类 这是卵生 有化生 像我们知道的 萤火虫 很多的生命 昆虫 鱼类 它没有父母 不需要这个精懒 它自己就可以从空间中 化生出来 这种 中国有一本书叫化书 并且不同的生命 鲤鱼跳了龙门 就可以化成龙 龙凤结合 又可以化成真正的圣者 等等的这种化生 那么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们自己的生命光 还可以化出佛来 还可以化出菩萨 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这都是化生 那么还有十生 我们地上长的一些苔藓 第一 只要那个地方有潮湿 它自己就可以生 蘑菇 都不需要种子 它这个食生 不需要种子 自己可以化出来 说我们 今天来的可能是不同宗教的 也有没有宗教的 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呢 我们是研究生命科学的一群人 我们是研究 人类最高智慧的一群人 我们因为有这个追求 我们走到了一起来 共同地研究生命的实相 宇宙的实相 从人类有史以来的记载到今天 所有的圣者 都只干这一件事 实证 用科学的手段去验证 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它叫生命的实相 用自己的身体 这个小宇宙 放大了 和大宇宙 同频共振 研究 宇宙实相 而不是靠太空飞船 靠望远镜 靠这些东西出去研究 而是通过自己的内政 通过自己身体内的小宇宙 在小宇宙中 把大宇宙全息浓缩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去证明宇宙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我们是生贵族 就是我们是一批贵族 是真正的猿人在地球上 留下的尊贵的种姓 世人都应该研究这个专题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不能做凡夫 不能做北见者 不能见到和畜生一样愚昧 和那些动物一样 只知道吃饱了 却享受了 然后又开始第二天 第二天又是吃饱了 又享受了 又来第三天 这样一天天的下去 最后等着你的是死亡 到死的时候 不能够做主 又却按照因果的关系 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所以说我们这一趟北龙之旅 超乎想象地获得了巨大的 丰收的收获 绝对超乎想象 因为我以前对东正教 有一点了解 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这一次 当时空场为我们打开 当我们能够真心地 和圣者耶稣 和圣者玛利亚 能够不二 能够同心共得 去为这个人类 为这个宇宙 去奉献的时候 他们把所有的秘密 一一地 为我们解释和展开 让我 这个见多 识广的人 都十分地震撼 原来人类 背离了自己的母性文化 根性文化 真的太久了 文化的作用只有一个 文明已直 化成天下 也就是说 我们学文化 我们在这个社会中 去实践 去寻求 寻求真理 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 要和这个天下 一样的大 平天下 和我们的 所生活的空间 一样的大 去平天下 不二融合成一体 获得永生 生命的意义 在于此 而不在于你 今生拥有了多少房地产 拥有了多少财产 我们研究 世界上所有的圣者 从释迦牟尼 到老子 到孔子 到耶稣基督 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没有 房地产 都没有遗产 都没有银行存值 圣者 的财富 他不是在地上的这点财富 地上的这点财富 对他们来讲 实在是太微小了 所以他们已经和 近虚空变法界 融合成一体了 整个天下 无不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拥有了和虚空 和法界一样广大的心量 拥有了这个虚空中 所有的宝藏 因为他们的心 就是虚空藏 所以一个修行者 真正的 无论你是哪个宗教教派的 其实并不重要 提醒大家的是 你不能搞迷信 你不能够自以为是 你不能够把这些圣者 当偶像去崇拜 你应该尊他们为师 为老师 为上师 为圣师 也就是说 我们也要跟他们一样的伟大 做他的徒弟 跟他一样的伟大 他能做的事情 我也能做 他的心愿 也是我的心愿 就是我们宗教 都叫宗教徒 徒是徒弟的意思 不是奴隶的意思 不是对这些圣者敬拜 五体投地的谋拜 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尊敬他 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学习 他的胸怀 他的作为 他一生的事迹 我们要像他一样的伟大 我们要跟他一样的去做 做他们做的事 想他们想的事 说他们想说的话 而不是用凡夫的深口意 在做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次北龙之旅 我们有几大收获 一大收获 我们完成了对地球上 第九条龙的调整 这个大家跟我去的人 都当场见证了 也就是说在北龙 这个代表我们的脊椎骨 代表着我们的肾的这条龙 因为阴阳分离 老子说玄聘之门 是众庙之门 但是他的玄门和聘门 产生了严重的 各自为政 玄门走自己的路 聘门走自己的路 玄聘之门 没有阴阳交合 所以导致了人类 整个地球生命 由智慧向愚昧转化 也是人类这几千年以来 失去了真知真慧 而变得愚痴 变得只知道吃喝玩乐 只知道财色明诗税 为地狱的五条根 奋斗了一生 结果把自己奋斗到地狱里去了 追求到地狱里去了 人类现在是一个极端的 愚痴愚昧的时代 不是什么拥有高级智慧的时代 而是丢失了这个智慧的时代 那么我们到北龙这个地方去以后 确实从这个地理的场景中 见证了这一点 所以是我们在那个地方 借助眼睛看不到空间 一针法界圣者的力量 六道众生的力量 完成了玄品之门的这个调整 调整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个书胜的这个变化 可以给大家放一个图片 这个在老子称为玄品之门 在我们的丹经中特别强调 说着丑行着妙 再大为天地之道 小为夫妻之道 所以这个道是很简单的一个 知简知义一个东西 那么大家不要去笑话它 那么真正的明白了它的这个道理以后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北龙的这个地方 我们见证了这个真正的 北方这个玄品之门的一个变化 大家看大屏幕 这个大屏幕上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两个分叉 有两个分叉 那么又看到远方有一个矮山 有一个矮山 那么这个如果来形容玄品之门 在夫妻之道上 玄为男根 品为女根 也就是让大家修炼经常重视的 这个品门就是女性的子宫口 那这个玄门就是男性的前列线 但是它通过这个男根 这个有一个望外泻和望内炼的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大家要真正的一生成为一个不死的圣者 你一定要修身根不漏 那这是我们小宇宙 你的内天地中要发生的一个返环之道 也就是人类有六个孔道 是向外大量耗损我们正气 耗损我们的阳性能量 生命光的这六个门 叫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门 那么其中一个身根 身门就是我们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男女的性器官 性器官 那么如果是这个地方 你不能修成不漏身 男的还在把精从体内跑出去 女的还使自己的阴水流出去 那么就会使水走气就会行 然后把自己大量的真源之气 耗损出去 这一耗损之后 你大脑 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一个智慧的获得 这个戒定慧为佛学三根本学 实际上它不仅是佛学三根本学 它是修炼的三根本之道 我们之所以有些事情要戒得住 杀到银王酒 坑梦拐片头 因为你借助这十恶不作 那你就可以不漏了 就很简单的这个道理 也就是你的六根都不会漏了 你控制住自己的杀念 悼念 淫念 妄语 胡乱说话 还有通过喝酒 胡乱的耗散自己的身体的阳性能量 导致愚痴 那么你现在我们新加坡人不喝酒 但是你不开智慧 不求真智慧 那你也是愚痴 跟酒没什么两样 喝了酒糊涂没什么两样 这是这五戒你借助了 你的六根就不漏了 就很简单的 那么六根不漏了 你就会产生定力了 你产生定力了 你就开了会了 为什么这个样子才能 六根不漏才能开会呢 因为我们的智慧来自于炼经还脑 也就是说当我们生根不漏的时候 我们的精气神的经 是通过脊髓骨 返还到你的大脑里面去的 当这股真经 晶元之气 到达你大脑的时候 你就会神清气爽 然后你就智慧涌跃 假如你在性生活中 大量地耗损你的圆经 这股圆经之气 它不能够通过脊椎骨 上到你的大脑 反倒把大脑中的 还存的一点圆经圆气 通过你的性生活 通过脊椎骨的尾铝 泄了出去 那这个就导致了 你自己的大脑的精气神不足 精跟气不足 神就不足 神不足就昏昏沉沉 就稀里糊涂 你就不可能开真正的智慧 在大概五千多年前 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 那这个黑暗时代 整整经历了五千多年 大概正是这个人类 从原始公有制时代 原始始祖式母系跟父系时代 进入了私有制 大家开始拼命地藏私 为个人去奋斗 为个人家庭奋斗 为家族奋斗 为一个始祖姓氏奋斗 导致今天堕落成为自己而奋斗 有的连老婆都不管了 连孩子都不管了 自私自利盗 自己只为自己着想 这就是人类到了最愚昧的边缘 连一个家庭都不顾了 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养了 都不管了 只是顾着自己的吃喝玩乐 享乐 堕落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这就是愚痴到了极点 像动物 像禽兽 像畜生 道德沦丧 道德败坏 人意理智性 五轮 五德 五刚 五常 在今天都被嗤之以鼻 而破坏着 这就是人类糊涂了 整个人类都糊涂了 宣传着这种错误的文化 错误的知见 现今为王 我有钱 我就有了一切 我为我自己着想 我不管他人怎么回事 极度的自私自利 这是因为什么 人类失去了真正的真智慧 失去了圣经 圆经之气 上涌到自己的颅脑腔 所以我们这次去北龙之地 意义十分殊胜 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聘门 有一道亮亮的光线 通过这个图片 可以看到 有一段亮亮的光线 连接了悬门 有没有看到 你要须着眼睛看 那之前 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这一个线是没有的 没有的就是阴阳隔阂的 这是我们通过 在那个地方修炼 上界的师父 地上的师父 天地人三才 通过一群人 我一致强调是 人能红道 不是道能红人 一定要通过人来连接 通过一些拥有了人身的 又有了智慧 又有了勇气 又有了大悲心 要为这个人类 要为这个宇宙 做点什么事的 一群人 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通过在那个地方的 大概半个时辰的修炼 整个的场性产生了大变 整个的地球 地脉 产生了巨变 这个我们今天虽然是网上 有一些这个直播 还没有完全对外 基本上是都是一些 有缘人在看 也不妨告诉大家 当我们调动了这条 当我们调动了这条麦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陪着我们去的一群登山爱好者 他们第二天追问我们的领队 说你们到底在这干了什么事了 我们领队吓一跳 看他很严肃的样子问 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俄罗斯南方这个地方 这个山脉 这个乌拉尔山山脉南部地区 有一百年没有地震了 为什么在你们在山上的那个同时 那个时间 我们发生了地震 五点几级的地震 他说肯定是你们干的 没有掌声吗 这个叫地龙翻身 那你觉得是人没什么了不起 那不是这样 人才了不起 人能干这个事 是天上有师父们 地里面也有师父们 但是这个天跟地中间 如果没有人 一群高智商的人 一群敢于奉献的人 去进行联通 这个天地都不能作为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 我们人类有救了 人类开始从鱼吃时代 要想圣治时代 炼精环脑 将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人是小生命体 我们生活着脚下的地球 是一个大生命体 我们人就是一个小地球 整个大地球都转了 你人只要跟它同频共振 就很容易转了 之前你一个小宇宙想转 大宇宙没转 那你这个小宇宙转了 被大宇宙的力量一甩 又拉倒了 又没有了 现在是大宇宙 大地球转了 你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你们要不要转 要 声音不够响亮 要不要转 要 这才像有精气神的人 否则是死鸡熬白菜吧 你们都熬死了 咽了拔鸡的一群人 人就是要有这点精神 有了这点精神 就是了不起的人 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所追求的人 人失去了这点精气神 你就是个窝囊的人 你就是个饭桶 什么叫饭桶 就是装饭的桶 你就是只是个饭桶 吃这个喝这个 然后再把它拿出去 然后再吃再拿 你就是这么一个饭桶而已 跟抽水马桶没什么两样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不要做饭桶 你要有一点精气神 要至少为自己 为后代 为自己的列祖列宗 为我们的民族 为我们的国家 为这个人类 去做一点事情 这才活得伟大 活得自豪 活得有意义 那不但是 整个的北龙洞了 那么我注意 观察了那一段时间的 这个报道 以喜马拉雅山为终点 的整个八方都发生了地震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北龙 龙龙舞起来以后 这个龙回归 中央龙宫 之前它是错误的一个反方向 它往北拉 现在龙头回来了 龙头回来了 它往这个中央龙宫去报道了 以前地球上是八条龙 就像八匹马一样 你们知道五马分尸 是用五匹马 拉着一个人的四肢 然后跟脑袋 向五个方向拉 最后车裂 把这个人活生生地 拉成五块了 那么地球的场性 之前是八龙分尸 八个龙 各自向八个方向 拉动中央 分裂 然后人类就开始变得 越来越自私 越来越顾及自己的国家 顾及自己的种族 顾及自己的小家庭 而忽略了整个人类 整个众生是一个生命共生体 亦损损亦容俱容 那今天我们完成了地球上九条龙 回归中央龙脉 这一个向中心产生凝聚力的 一个伟大工程 这在人类史上是不太容易的 为什么 要感谢高科技 如果今天没有飞机 没有现代的这个 internet这些设施 我们即便到了那里 你要爬到高山上 拿着望远镜 再慢慢去找 寻找到这样的龙脉 连直升机没有 那么我们到了莫斯科 再到这个点上 你没有几个月时间 你也到不了 这在古代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是我们感恩 现代的高科技时代 感恩internet的发明者 那么为我们提供了 这个卫星 定位这种设备 然后我们可以很好的 在这个卫星地图上 找到龙穴的所在 找到这个龙脉的所在 一直把这条龙引归龙宫 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讲 我们完成了九条龙的 回归的工作 九龙捧盛过大单 只要在我们的法脉中 你好好地去修炼 认真刻苦地同频共振 那么你修炼起来 就会得心应手快得很 这是修炼要借三种力量 我相信今天在网上听课的 还有你们在现场交流的 这样的同修们 你们是要真正得到修炼秘诀的 修炼可以一生成就 你必须借助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 很喜欢用的 就是拜拜 那通过拜拜 通过这个顶礼墨拜 连通圣者的空间 得到圣者的加持力和护持力 这是一股塌地的力量 这个力量很大 那么来自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用佛家的名词 称为阿罗汉 阿罗汉里面分生文元诀 上面一个是菩萨道 成就菩萨果的 再上面一个是成就佛果的 那么这在耶稣基督的法脉中 都成为圣先知 也就是说他们达到圣者的水平 可以先知先觉 所以他们成为圣先知 这个系统 那么里面也分成四个级别 那么在中国 通过神仙系统 也把他们分成了 普通的神仙和大罗金仙 在大罗金仙里面 也有四个层次 那么这些圣者 并不像你们想象的 他们修成功以后 都化成了光 化成了气 然后不存在了 这是多年以来 缺乏圣者引导 大家失去了一个导向的误解 真正的圣者 在佛经中告诉我们 他是用金成了像的 那些成就者 众生也都有自己的如来性 不死的发身 但是你们的如来性和发身 只不过是一堆黄金 你还没有把它塑造成 一个有胳膊有腿 有眼睛有身体的 这么一个真正的明体成就 也就是说金刚身的成就 你只有金刚性 没有金刚身 那你也不能得到一个 坚固金刚身 坚固金刚身 是把法身 报身 化身 圆满成就了的 这样的圣者 这些圣者 他们获得了永生 在空间界 永远地 安置在 自己的净土中 或者自己的圣殿中 这些圣者的力量 对修行者 想成为圣者 想获得永生者 他们特别地关注 只要你能够通过一些 特殊的技术方法 和他们取得联系 连通这个电线 连通这个脉络 连通它的系统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 他们源源不断地 光明的加持 和护持 加持是当你没有电的时候 给你插着电 护持是当你遇到危难 遇到不顺的时候 它通过在人间的圣者 和修行者 一些大善知识 来护佑在你的身边 指导你 引导你 这个是什么 这是法脉的力量 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还是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那么所有的宗教 都讲究一个祷告 一个祈祷 一个 这个祈求 有求必应 那么源自于 一个他力的需求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自己的力量 太微小了 你通过自己 你办不了的事情 怎么办 所以你非得交给圣者 来帮忙 圣者要帮你 通过什么帮 他通过你的中脉 和他的中脉线的连通 也就是说 你的电线必须要连通 那这个连通 最好是你自力连通 也就是你要修成自己的中脉线 这个中脉线 这个中脉线 在我们这次的这个 这个过程中 我们很神奇地 拍到了一些 他们用来描述中脉线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一个灯线杆 一个这样的一个灯线杆 来演示他的中脉线 也就是这个灯线杆 它掉在哪 掉在教堂的最顶单的 那个穷隆顶上下来的 那么最妙的 我们如果正量过自己的中脉的人 知道中脉是 无云蓝天寺 说是在东正教的教堂中 我们拍到的中脉线和脉轮 居然大家看是什么颜色的 是什么颜色的 无云蓝天寺 你才知道 东正教多么厉害 我们在佛教 在道教中 用文字描述的东西 他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借助皇庭 这个借助皇宫贵族的力量 因为这些东正教的教堂 都是沙俄皇帝们 沙俄皇帝们 请全国之财力建造起来的 那么我们才知道 东正教 它是跟基督教 跟这个天主教 虽然一个脉线下来 但是它是真正保留了 原始耶稣法脉的 一个传承的宗教 它通过这个教堂 把这些东西 完整地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这个天线 这根天线 要通过你的百慧顶门 出体连通法界 要有这个通道 连通法界 一真法界 圣者 那你这个通道 一旦的连通到圣者呢 就好像你的电线连通到了 新加坡的发电厂 你的电就源源不断地 可以获得 所以当我们通过 外密的修法 通过这个四家行 去供养 去送念 去唱颂 去祈祷 去哀求 那么如法地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会 真正地通过一些 有道的高僧也好 有德的师父也好 那么你可以获得这个法脉的 县的连通 那你一旦连通上这个以后 那么你就会得到 一个是加持力 一个是护持力 加持力就是 你自己没电的时候 只要你祷告 只要你连通这个线 打开开关 然后马上立马就不一样了 这个这次跟我去的人 他们有个小组 我们叫卧岛小组 只要一仰头 全组人刷刷刷 这个倒完了 那个倒 为什么 那就告诉你 那个地方有场 他有场之后 他体内的这个原神 原神呢 他这个 我们体内有 这个三心二意 三心 一个是因我心 一个是仰我心 一个是真我心 二意 一个善 一个恶 三心二意 你简单地分 这样去分 所以仰我心 因我心 你平常时间 是因我当前 因为你受 实俗的教育 受惯了 自私自利惯了 以我为中心惯了 主观惯了 所以这些都是因我心 所以你平常时间 是因我心 那个仰我心 那个真我心 被你欺负的 眼眼的 它没有能力量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 这个因我心 被这个场压住 它起不来的时候 那个仰我心 咚就跑出去了 它也跑出去 高兴的时候 做到 哎呀 我终于出来 你啪哒就倒了 为什么 你之前就是靠因我心 支撑着这个肉体 我要走路 我要坐着 我要站着 你现在那个因我 它不敢作用了 因为什么 真主来了 真的这个上面的 有力量的 那个真神来了 真神来了 你这个小邪魔妖怪 你不敢作用了 你啪啪下了 你啪下了 你的肉体 啪呀啪下了 你的神倒活起来了 这个我们这个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 他就个死尸一样 比死尸还沉 因为人家这个教堂里 有一些管事的 过来说 哎呀你们这帮的人 怎么回事 哎呀说赶紧把他嫁出去 这个两个大男人 一个小女人嫁不动 抬不动 太沉了 就跟死尸一样 要四个人 下面抬俩腿的 还有抬俩胳膊的 把他抬出去了 结果把他抬出教堂以后 我说他又活了 人家把警车都喊来了 准备把他送去 送去哪个精神病院 还是送去这个医院 也不知道 结果他抬出教堂 马上就活了 一个教堂 不是一定会有场的 就跟我们的一个佛堂 一个佛庙一样 这个我们佛堂叫开光 你要有一个有道的人 有一个修行 真正的修炼者 能够连同法界 提醒诸佛菩萨的 分灵 分身 到这个庙上 安住神像中 那这个佛庙 它就是有场的一个佛庙 师父门安在的佛庙 那这个进去以后 是不太一样的 你到那里面 浑身会麻素素 你两腿老发软 老想跪 那是什么 那就是师父们 真的在你的神之道 你的阴神不敢作用 你阳神之道 你啪啪啪 这儿跪那儿跪 为什么 这是阴我不能作用 阳我出来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一个教堂 也不是我们这次去俄罗斯 第一天走的几个教堂 十分的出名 在莫斯科 但是大家去了以后 浑身酸疼 累死个人 为什么 全部都变成放死尸的这个殿堂了 然后或者做展览室的 大家去展览的 他们从来不用来礼拜的地方了 像这些地方师父门去他干什么 天使去忽悠什么 他们给你去当这个墓地里的园丁啊 看着你的死尸啊 他才不管你死尸 活人他都救不过来 他还救护你的死尸 你想请他你花不起那个银子 他不干这份柴事 天使们不干这份柴事 他只是护佑你的灵 因为你的灵也可以做天使 跟他们一样展翅高飞 他去激活你的灵 你的灵要激活的地方 他们才在 死尸在的地方 他们不在 所以每一个人都浑身难受 生病的生病 恶心的恶心 咳嗽的咳嗽 为什么染了尸毒了 那个教堂里到处都是尸毒了 老师你大坏蛋 你带着我们去那些地方 谁让你不练金刚身了 天天让你们练命功 命功命功 就是不练 就是靠吹牛 两片嘴皮子 叭叭叭乱说话 那你当然去那些地方 你就中招了 你练了金刚身 百毒不侵 你看看那些东西 还能上你身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做凡夫不好玩的 做圣者 做金刚身 有金刚身 你才能到哪儿 都不染 都不受那些臭气 失毒的感染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是教堂就有场 而是要有圣者 连通过的教堂 他们叫祝圣 祝圣 那么说是我们每一个人 修行者 都要重视 修通自己的中脉线 中脉线有三个脉 左中右三条脉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基督教堂 这次去的东正教堂 他这个殊胜 让我赞叹呢 他通过这个教堂 用这么大的成本 代价 把这个整个的 我们的秘法 秘法不是哪个教派的 也不是哪个宗派的 不是佛教 不是说是这个基督教 或者是哪个伊斯兰教的 而是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圣者 你最后要教导你的子民 要成就你最后的路子 都是要走这样的路子 那么他们用什么呢 用这个教堂 花了很大的代价 那么用这个教堂 展示左中右三脉 我看过以后 十分赞叹 那么这是我在这个 世界各国去走以后 发现的第一例 就是说原来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演示 大家看大屏幕 这是俄罗斯一个 克里姆林宫中 一个著名的教堂 大家看到中脉和左中右 三个脉了没有 有没有看到 中脉粗 左脉 右脉 是一般细的 顶上都有螺旋结构 这是我们有一些学佛者 瞧不起 耶稣基督 说什么他才是在什么天上的天主 是大凡天 没有一真法界 没有到这个真正的最高的成就 伊斯兰教也到什么天 也没有成就 道教也到什么天 也没有 你省省不要再诽谤圣者 所有的圣者 挣出来的东西 都是达到最高成就的 因为无论是你是中国人 华人 你还是一个外国人 你还是个白种人 还是棕色皮肤的人 你的身体的生理结构 都是一样的 你生命体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结构一样的 你要练成这个金刚身 都要这么练 没有说哪一个种族 哪一个民族 或者哪个教派 可以不这样练而成就的 人家花了这么大的气力 用整个教堂来演示了一个 左中右三脉 并且都要打悬 都要把能量灌输下去 不得不佩服啊 当然这里面上中下三丹田 整个的这个结构 整个教堂 就是你的身体 所以是在圣经中说 走进主的殿堂 主的殿堂是哪里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你身体里面你真主的殿堂 你上帝的殿堂在哪里 这一致是我们修行者 最困扰的地方 也就是到底是在颅脑腔 还是在穹腔 还是在下腹腔 那么我如果是在里面找不到 外面就更找不到了 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一真法界 到外面去 到哪里去寻找 在道教的黄庭内景经中 告诉我们 一子一的 那个真正的真仙 真主 真正的自我 它是在黄庭这个位置上 也就在胸膏膜下面 位后面 这个前面的七分 后面三分 前三 前七 后三 靠脊椎骨的 位后面 脾上面的 称之为黄庭的这个地方 是自己的真主 真主的殿堂 自己的真我的殿堂 自己的那个不死明点 安置在那个里面 所以是在密宗中 一致强调 是自己的心殿 是心的殿堂 但是很多人 把它当成肉团心 以为在心脏里面 或者在胸腔里面 那么到底用哪一个 有没有一个图画 有没有一个东西 来指示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次 在这个东正教的教堂中 几乎处处 都是这样的一个指示 那么让人震惊 大家看大屏幕 这个在这个门上面 有一个穷隆的地方 它实际上就是你的胸隔膜 要把自己的真灵 穿过胸隔膜下面 所以上面那个是一个鸽子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鸽子吧 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我现在指示的这个地方 这是鸽子 这个鸽子代表我们的什么 代表你的真心 也就是说你的原始一点的灵光 原始一点的灵光 原始的一点灵光 它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看 它在下面指示 在胸隔膜下面要有光 光照到你的哪里去了 所以是安置在你的穷隆 下面的这中间的一个点 它用金黄色 我们称为黄庭啊 黄庭里面一点啊 所以在密宗里面 叫这个点为不死明点 也就是你的发身如来的 所在的地方 我们通常以为发身如来 是有形有相的 金刚经中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结束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使见如来 这如来是什么 如来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点 一点真心 你记住 它就是一个点 是个什么点 是个量子点 它比一粒戒子还小 小如戒子 拿入戒子之中 而不为小 所以它小到什么程度 大家知道牛 蒿毛有个尖 已经很细的那个尖 那么一个尖点 已经很小了 它比那个点 百万分之一 就是那么大小 百万分之一小 今天成为量子 光量子 也就是最小的光子 单位 就是你的一点真心 孔德之荣 为道师从 这是老子的经典 所以是 你要从哪里进去 就是从那一个点 里面进去 就是那么一个孔进去 进去以后是什么 进去以后 这个门打开之后 这个大家 所以是你们尽量 有机会要跟着老师去 这次费用很高 是因为直升机 就花了一趟 上山 下山 在山中飞来飞去 一个人就花了将近三千块 这个费用高 如果是大家只是去一个 摩斯科 圣彼得堡 花不了这么多钱 下一次 对于大家没有钱的 我们可以组织不上山 你就去一个圣彼得堡 去一个摩斯科 估计三千块钱 往返回来了 这个你就可以承受得了了 可以组织 明年组织这么一个团 你们说好不好 就不上山了 那这样就是 对于经济条件 不是太好的人 也能去一趟 但是一定要实看 因为你实看 我们现在看 这是个平面照片 你自己透过那个空 往里看 是个宫殿 也就是说 你从一个点 一个点 一个光子进去 进去那个光子里面 在光子里面要见什么 要见自己的月亮宫 里面才是你的圣殿 才是宫殿 所以走进主的殿堂 是从那一个点里面进去 看到自己里面的宫殿 在那个里面建自己的极乐世界 所以当你自己的极乐世界成就的时候 你的极乐世界是光做的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光做的 所有的圣者的天堂 乐园都是用光做的 它跟你的点里面的那个殿 是同一个殿 所以所有的学佛者在这要惊醒 也就是说 你到外面去找阿弥陀佛 世人行邪道 你要在自己的心殿里面 去见自己的阿弥陀佛 这是秘密 当你进去那个点 成就了和自己的阿弥陀佛的世界 融合成一的时候 法界阿弥陀佛 就完全展现出来了 这叫全息科学 全息啊 懂不懂啊 全是全部的全 息是信息的息 一根头发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细胞就是这个人 这就叫全息 所以是今天科学家用一个绵羊的细胞 克弄出了一个绵羊 这就叫全息啊 那就全部的信息都有了 是不是 那么你的那一个点 是不死明点 本身的发生如来 所以你进去自己的发生如来 他不是个人 发生如来 如来不是个人 如来是一点光 进去这个光里面 见自己的极乐世界 有多大 你要多大 他就有多大 为什么 这个叫最小的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最小的 叫物极必凡 当你真正能进去 自己的量子光中去建设的时候 你可以任意地建无量宫殿 叫无量法藏 无量世界 所以大家 这个我们正正出来以后 找不到任何的经典 来进行解读 原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发现太伟大 太殊胜了 怎么就 他们就用这个 把它给搞得这么 真实 对于我们正量的人 一看 真的是这样的 原来就从那一个点进去 这个殿堂 就是这样辉煌 但是整个大家 我这次是十分震撼的 我不知道同修们怎么样 也就是说 我走了这么多 走了这么多的国家 见识了这么多的宗教 的一些教堂 但是 在这个地方 居然找到了 很多自己内政 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才把很多佛经 跟它融合以后 破了很多的秘密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宫殿 大家看中间的那个宝塔 宝塔 这个宝塔 就是你那个一点明光中间 练出来的月亮宫 跟你的身体一样 有这个三重宝殿 你胸腔 下腹腔 这个地方叫下腹部 下丹田 胸腔叫中丹田 上丹田 上丹田 皮鹿这那顶上行 莲花打开 又有自己的宫殿出来 又有自己的宫殿出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你的圣殿 这就是你的圣殿 你的圣殿 也就是说 要用你现在的身体 做模型 然后里面充满了金叶 大家知道这个做一个这种的东西 它是黄铜 黄铜我要做一个模子 然后做模子把铜浇进去 然后把那个模子砸碎了 这个东西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用自己的身体做模子 为什么要大家修三十二项好 八十随行好 因为这就是你的模子 你的模子不好 嘴也歪 胳膊也歪 最后出来个佛也是个歪的 这个明体敬意 所以你要修自己的大耳垂 修自己的三十二项好 八十随行好 那么最后要用这个模子 造一个明体敬意的佛出来 所以要 里面是真正充满了黄金 叫金叶 金叶环丹 金叶大环丹 里面不是空的 是真正的金成了像 就像大家看到佛像 佛像那是真正的 成了像的黄铜 或者是黄金 那你光是黄金 没有成像 它不能叫佛像 真正成佛 你要用你自己的身体来做模子 造一个真正的 充满着无量光 在其中的 一个真实的明体身体 这个叫成就 这个叫成就 这个叫全部的成就 就是发身 报身 化身 都成了 这是究竟的成就 否则你只是练了自己的金性 还没有成形 发现没有多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佛 那你不叫成就 你还得再来 你做佛像做失败了 只得到了黄金 没有模型 这个身体这个坏了 身体坏了 你这个模子坏了 把黄金忘了一道 咔咔咔咔 裂了 这一裂了完了 模子没了 又是一堆黄金 没有 所以是人人都有金性 人人都有如来性 但是你那个还是石头包着的 那个叫黄金矿 不能用 你非得要去矿 削矿 取金 把这个矿给烧化了 炼化了 然后把垃圾清走了 把黄金拿到 黄金拿到 这是一堆黄金 还没有用 还要把它炼成馅 用你的肉体 这个肉体不能坏 因为肉体是模子 你这肉体往下一倒坏了 这还是黄金 又没有成馅 所以说从黄金矿 提黄金第一步 命体修炼 第二步 自己的命体要坚固 第一步是削矿取金 还原自己的如来性 把自己的繁复性去掉 第二步 炼自己的肉体金刚身 使金刚身做模子 然后把黄金注入进去 第三步 肉体跟佛性等同成就 成就不坏金刚身 成佛了 肉身成法王了 肉身成佛了 肉身能度众生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整个的 这个就是你将来成型的殿堂 看见了没有 大教堂里面的小教堂 就是你的月亮宫 你建自己的宝殿 建在这一个点里面去 这就是你的极乐世界 西方用这个教堂代表 那么我们学阿弥陀经 看到整个阿弥陀佛 以他四十八大愿力 建造的极乐世界 多么的辉煌 有宝树成行 有这个金神界地 有七宫的水 八宫的水 七宝 七珍宝等等的 还有黄金盖成的宫殿 还有诸大善人 这个生活的莲花台 那么你刚才看到的灯 它严格的数 它是九层的 那你就知道 我们所说的九层莲台 九次地的九品莲花 它是这样通过 这个一层一层展现出来的 也就是从你的身体 下腹腔 第一层莲花要打开 下腹腔第二层莲花要打开 第三打开 这是下品三生 下品上生 中生下生 中品中丹田 也要一层莲花 两层莲花 三层莲花 是中品三生 到颅脑腔 也是三层莲花打开 九品 九品莲台 都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要脉轮的 一层一层地炸开 炸开炸开 炸开了 你的脉 炸开了 就是莲花瓣 所以说我们不修 我们学佛人 大都不修 气脉明点 脉线不开 没有莲花出来 脉轮不通 没有九层莲台 你不能到 第九的 上品上升 花开 物无声 你不可能做到 所以说 也就是一个不修身的人 一个不练自己体内气脉明点 三脉九轮的人 你想机身成佛 你是在胡说八道 我们通过这个教堂 人家一个西方的教堂 就告诉你 他这个修气脉明点的重要性 他通过气脉明点的修 那这个教堂还有什么作用 我们来看 在这个 这个 宝塔前面 居然放了一个座位 放了一个座位 这是在天主堂跟基督堂 看不到的 东正教在一千多年前 和天主教进行了一次分离 那个时候没有基督教 基督教是后来跟天主教里面 马丁路德改革又简化了 又革命了一次 把真东西革没了 的一次才产生了基督教 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 最开始是在耶稣的传承中 产生了正教和基督教的分裂 正教是什么 正教是原封不动的奉行了 耶稣基督教给十二门徒的 修炼方法的一个古老教派 他没有改革 但天主教在那个时期 因为教皇要利用正教合一 维护他和密法不一样 也就是耶稣天生是圣人 不用修炼 他就是圣人 他给耶稣的几十年的历史给抹没了 从他这个从马草里出来以后长大 长大这到三十几岁出来传道 这段历史抹没了 但是正教通过教堂 把它演示出来了 也是耶稣基督 也是通过这样修气脉明点脉轮 然后和天地连通 和法界连通成就了 我们通过这个验证了 因为这个不是今天人搞的 我们现在看的沙俄的这个教堂 少的历史是几百年的 多的历史是上千年的 他们为人类见证了耶稣的修炼方法 耶稣法脉的修炼方法 完整地保留在这个教堂上 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地去讲解 我们特意开一个课程 大概用十二个小时 边讲边教大家技术方法 因为你光知道热闹没用 你要知道怎么去用 这个凳子怎么用呢 他放在这个 大家看到的这个前面 前面 他顶上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这个正前方 他这个坐下去以后 往上看的正前方 大家现在看的是什么 看到一个圣者 看到一个圣者 这个如果大家修过 本尊修法的人 知道本尊法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要在自己的额前方的虚空中 关一个宝月轮 月轮里面要有圣者 要有圣者 他居然用一个圣者坐在这 然后他的前面就是一个穷龙 然后看穷龙的时候 他自然的就是个圆的 自然就是个宝月轮 宝月轮里面就有这个圣者 然后你的左眼右眼天目 一取向就是个立体球形 带着圣者取回来了 也就是说宝月轮的月轮观 月轮观 太伟大了 然后头顶是什么呢 这是在他的前方 那么头顶呢 头顶直接上去以后 就是这是在他的头顶 这个头顶的正上方 这个叫明点修法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取来的圣者 那么对你产生加持力 他的喉咙 没心轮放光照你 喉咙放光照你 心轮放光照你 然后清净你的业力 白光进去 颅脑香 哗你头脑清醒了 红光哗进你的喉咙 全身冒火 把黑的东西 业力释放掉了 然后 哄自光进来 宝兰光进来 虚空光进来 把自己的空性 瞬间展现了 然后通过这个圣者 在你前方的加持 然后你已经清净了 入空性了 入光明了 这个时候入光明了 你要用这个光明 性一切者 你要再创造 所以怎么创造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把这个光 聚起来 从顶上 再啪一个点上去 上到一针法界 通过你的钟脉 上到一针法界 到了一针法界 一个光点 咔一炸开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 融成一个光点 刷进来 走到你穷龙隔膜下面 哗 再展开 然后 你自己的肉身 长得一模一样的 一个明点 如果是你修哪一个本尊 你修观音 观音在自己的胸腔长大 用你的肉身成观音 如果你修金刚洒脱 金刚洒脱在你的胸腔里面 开花结果 长成金刚洒脱 你的肉身成金刚洒脱 这是什么 这是本尊法 太殊胜了 我发了个愿 我跟我身边的人 我说 你们这些穷光蛋 赶紧好好挣钱 因为我现在找不到沙皇 找到沙皇 我就让沙皇赞助我 建一个秘法殿 我现在你们这里面 又没有皇帝 我只好拜托你们这些穷光蛋 好好挣钱了 好好挣钱干什么 我将来自己建一个圣法殿 你们要不要 我告诉你 你就是这个殿堂你用起来 我跟你这辈子不成就 你是太丢人了 为什么秘法在唐朝也好 在沙俄时期都是皇帝 皇帝跟贵族修的 因为你老百姓 你根本进不来这个殿堂 说我们现在还要感谢民主时代 你如果现在还是几百年前的 沙俄帝国的话 你根本进不去这个教堂 普通人他不让你进 这是皇宫用的 皇帝用的教堂 现在民主时代了 我们这些穷光蛋 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但是看一下 你不知道啥意思 也就是说在 基督的教法里面 一个牧师也好 一个神父也好 他不可以用自己的牲口意 这是他每次在帮助圣众的时候 他要举起手来 我以耶稣的名义 我以上帝的名义 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有没有 所以是他这个时候 要做到一个完全没有自己 空性的 没有自己了 他就是耶稣 他就是圣母 他就是圣父圣子 这个时候 他才有巨大的力量展现出来 为什么 本尊成就 他修耶稣是本尊 他修圣母是本尊 明白了吗 所以他通过本尊的加持力 那跟我们藏传佛教的 修本尊法 你修观音本尊成就了 你是观音了 你就可以展现法力了 你就可以去替你的信众驱魔 替你的信众消业障 用你这个本尊的光 去消众生的业力 你修成观音了 你就可以用观音的光 这个什么 那么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了 既然他们用这种密法功 这里面有三种力量 一种力量来自圣者的他力加持 还有一种力量 我们修行者往往忽略了他的力量 这个叫场性力 场力 什么叫场 你们今天来这个 OSS这个地方 然后感觉到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 通过这一次把耶稣的场 把穆罕默德的场都加持进来了 再加上原来的道的场 跟佛的传承场 再加上收缘者的弥勒尊佛的场 那是五大传承的场性融合 所以它就有巨大的加持力 你进来以后感觉到很开心 有一种麻麻的感觉 浑身有一种舒逃的感觉 这就是场力 所以教堂 它利用特殊的天元地方 教堂下面是方正结构 上面是穷隆结构 通过这种天元地方 你们如果学过解解术的人知道 要做滑盖 进虚空 以虚空解解为一个滑盖 就是穷隆 然后地解解 要地之下变成金刚地 然后再建什么 六合 四面墙 这样的话就是六合 就成就了 这就叫解解 那解解那么有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什么 借助有形物的解解 就是教堂 佛堂 它就是一个真正殊胜的 一个场力的一个加持场 又叫一个瓷画场 好比你在这个地方里面 就有瓷铁 你是个铁钉 你来这儿 你不被瓷画都不可能 这就是场的作用力 场有几种场 一种是自然场 那么不但我们带徒弟们上山 带学员们上山 我们在经典中也看到 耶稣基督也带着大众上山 也带着大众上山 那么他带大众上山干什么呀 去拍照啦 那个时候有照相机呀 去做素描啦 在那画画啦 去眼耳鼻石生漏电啦 不是 去静梦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西方所说的静梦法 那么这种 我们今天叫打坐法 在山上打坐 为什么要借助山上的力量啊 场 后有玄武 前朱雀 左有青龙 右白虎 说在这种场中 你修炼 打那个力量 就十分的巨大 那这个时候 天地怎么样 天地自然的那种场性 场性 天跟地在这放光 左青龙又白虎放光 后有朱雀 前后有玄武 前朱雀 在中央放光 而这是我们殊胜的 去的第一天 我们在那个 三江口 那个地方 我们住就住在三江口 将来你们有机会上山 住就住在三江口 炼就炼在三江口 把自己的漏就堵住了 漏堵住了 玄跟聘 才能连接 你不能玄品连接了 你漏 你又放光了 又拉倒了 又没炼成 这是一定先堵住那个漏 堵住这个漏 这个天主教 这个东正教 人家通过什么呀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个很多人 诽谤人家 要忏悔 那个他们不究竟了 他们是什么什么道了 什么什么 你要好好忏悔 你自己都不懂 这些技术方法 人家都把它这样 真实的记录在 这个教堂上 你看不懂 因为你自己没有修炼 你自己没有修炼 如果修炼了 你看到这种图标 你就会心一笑了 大家看下面的 像个钩一样的地方 如果学过 我传的法的人知道 这个一个向前连接任脉 一个向后连接都脉 四解联偶 有没有 我传承熊老师的法中 就有这个 就是为什么 你的那个灵 很容易飞出去 当你的心的不死明点 真正九重脸打开的时候 他不愿呆在肉体 他就飞走了 飞走肉身又练不成 所以一定要勾住他 所以勾住他 就一定在任脉连上两截 肚脉连上两截 在中脉开花 然后他就跑不掉 为什么 被你的肉身勾住了 风筝已经勾住了 风筝放吧 放多远 最后都要回来 在自己的搓鸡 上面 上面出来的那个 像不像搓鸡 桌 噴出来了 然后勾住 然后上面 一个管连铜 这个十字架 跟我们普通 建的十字架不同 这个十字架呢 它上面一个土字 下面又一个土字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完全给你们展 我只是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秘密 那前面 下面这个十字架 这个横着过来的 它是连接你的肚脊 连接你的这个 后面的命门的 中央的这个是胸腔的 在上面那个是 颅脑腔的 要把这个颅脑腔 这个翻下去 倒过来用 反一只倒着动 要把后天意倒着用 回归先天 叫二土合归 那么这都是秘密 然后这个时候 才能够放光 才能放光 通过上气 下压 下气 这个上提 两个一压 砰 阴阳 合在一块放光 就产生这个光 就出来 所以这个十字架 它不是个十字架 它告诉你 先天意跟后天意 怎么用 怎么来修炼的 那这样你的自己 用这个光 用其光 富贵其名 才能打开自己的心殿 这个殿堂 那么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场立 善于借助场立 也就是在这样的 一个游场 像教堂的场 或者OS这种 客室的场 借助这种场 然后你就是 是个铁钉 到了这个有磁铁的地方 你被磁化得很快 修炼就很快 所以有些人 到我们的这个场中 来修炼 感觉特别好 回家自己练 怎么没那个感觉了 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场 这是个集约性的场 大场 你家里呢 如果是调过 先天风水的 你就结成了一个小场 如果没调先天风水 你还是个漏场 就是你带着电回去 很快又消耗光了 为什么 你那个是一个 后天八卦局 你没练成一个 先天的六合立体局 这是我们的房子 要把它用先天界定 解成解界 变成一个道场 房子本身就放光 教堂里面本身就放光 你人进去 它就在光化你 就是自动修炼 自动地清洗你的业障 就是你身上的 大量的黑子 大量的业力 到了教堂 出来 人就清醒了 人就觉得很舒服了 进去呜呜呜呜呜的苦一场 然后出来就一身轻 为什么 都被那个光 把自己的业 黑子释放了 光化了 他还不是把它杀了 而是把它度了 光一放 把就是这个 冤亲寨主都度化了 所以说我们将来 也要建一个密法堂 这个来修本尊 用这个方法修本尊 太快了 我就在那一照一晃一呼啦哗啦 整个就空性进去了 这个时候你想成为哪个本尊 立马就实现了 说这个修本尊太快了 那么光修本尊不行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 很多人说我只安置修一个本尊不行啊 所以说人家在这个教堂的门上 我演示一下啊 这个大家看中间那个 就是中脉线 中脉线 然后上面一个六合 六合方正心 这个心就是在你的黄庭的那个位置上 因为它在穷隆格末下面 有没有看上面是穷隆 所以整个它通过这么昂贵的黄金 以及这样的艺术 黄铜结构来告诉我们这样的实在的秘密 全息性 也就是你记住 教堂这东正教的 祝胜过我们叫开过光的教堂 里面都带有全息性 也就进去 你把自己换成自己是教堂 你就大受益了 自己没有自己 你就是这个教堂 那你就得益是最大的人 因为这个全息了 全息是什么 全息是软件 等于说你这个电脑要装软件 你装了一个财务软件 这个电脑就是搞财务的 你装一个工程师软件 它是搞工程师的 所以你这个进了教堂 把整个教堂当一个软件 装到你的肉身上 那你就是圣殿了 你就是圣殿了 为什么大家要放开自己 不要有我 一定要练空性 一定要练光明 你是空性 你是光明 你到了教堂 用它的膜一锯 你就是个圣殿了 就这么快 就这么快 你带着这个再去修 修什么呢 说是这个 它给你软件以后 你要自己 要把它再完成 你有一个会计电脑了 你要操作 你要操作 它才成为能做会计 你有个工程师的电脑了 你要操作 它才能够算出工程量 做成图纸 对不对 你不操作能行吗 说你怎么操作 这是我们通过 你要打开圣者之门 要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靠他力这个部分 一个是靠自力这个部分 这些呢 都是在这个特定机缘下 那么上面的师父们指示 我们才有这个缘分 大家以后啊 有机会尽量跟着老师 出去烂逛 不要自己去逛 你自己去逛 你就当成一班游客了 就实在可惜 那么走到那儿 上面师父说 在这儿可以教学 我这定经一看 这教什么呢 一看 哦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什么 哎哟太厉害了 赶紧过来过来过来 就喊大家过来教学 所以这个大门呢 是在这个很著名的 莫斯科这个 一个教堂上面的 那这两面 一个左面 一个右面 你这样看 看不太清楚 记住 这是打开这扇门 也就是说你下腹枪 你的皇庭 要真正能够成就 里面有圣殿 要进去自己的不死明点 你要必须用这两种方法 就是靠这两种方法 左跟右 那么我把它 这个 叫工作人员 特意把它放大了 拍下来了 大家要懂 这里面的秘义是什么 这是左侧的 左侧的圣者 左侧的圣者呢 他通过这个 前面这个 这个金子 这一六金子 掩饰了一个秘法 掩饰了秘法 那这是什么 这是自立 你要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 要借助这个力量 我把它放下来 大家看 这个主要中间 看这个 这个部分 所以从最底下看 最底下看 你要锁闭自己的死门 地狱之门 不要下去 这就是你的 会音 三角肌 要不露 你要从这儿露了 你就剁三个道了 你不露上面之后 它再展示 往上走 你看 我们的肚脐往下 肚脐往下 那刚才是会音 三角肌 肚脐往下 是我们 按照我们传统华人的知识 它是八大地狱 八大寒林所在地 就是你要 这个地方都是死尸 都是尸骨 你脱骨如山 你无始节的生死轮回 脱骨如山 都没有成为圣 但是你要封住这个死门 再往上走 往上走 你要把后天意 大家看到这里面 这个十字架了 上面一个土地的土 下面一个倒着的土 看见了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 自己的肚脐跟命门 这个命力线要练成 中间那个是中外线 上面那个是 但中跟你的甲脐的性力线 这个壮力线 心十七月强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是你的眉心跟自己的后面预诊 连通的性力线 性力线 命力线 壮力线 心十七月强 那么这条三个线连通了 你才能够得先天意跟后天意 回皇庭 回皇庭 这是靠自立的 这不是靠他立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修期买明典 不真正的练 玉业环丹 金业环丹 练手艺法 练这个大丹圆成 那你是没有办法成圣的 不要说 我这个求一个往生法 往生法 你如果是真的往生 你也要这样练 这个哪怕去耶稣基督的乐园 你不是去那个永生的天国 你也要这样去练 这样练你练不成 但是通道练出来了 圣者给你把连线连出来 将你下面的风筝线角断的时候 那根线连接在阿弥陀佛的手中 他老人家再把你拽拽拽拽上去了 如果你连这条线都没有 它根本抓不住你这个东西 你就只有散了架了 往下剁了 往下剁了 所以是一个 我们佛秘二级课程马上要开 开里面 我首先教给你们年纪大的人 求往生法 是真往生 如果修成了这个 那个阿弥陀佛 二级的阿弥陀佛法 那么就真的往生 你死之前 你一念要去极乐世界 必定去 我劝年轻者带父母来 没有经济能力 你申请免费 将来我到阿弥陀佛呢 再给你三账 没事 有人还账的 所以说你不要 对不起你的父母 他真学 你带来 我不要他的钱 然后他只要真去往生就可以了 学这些法 可以没有钱 但是要有心 要有愿力 我真要去 一定可以去 一定要练命 不练命 不能把自己的光凝聚起来 那带业往生 不可以带金业的业 金生的业 是带过去生的业 金生你不能再造恶业 不造恶业 刚才八大寒林的那些东西 你都要把它转扬 你才能不带金生的业 否则你还不是带着金生的业 怎么去 少了 辅得 因缘 不能得往生 不可以少善根 否得 因缘 得往生 这个根 根就是要把八大寒林 炼成光 根变成光明了 再长出来的就是光明果实 你根是寒林 是臭的 是黑的 那将来是堕落的果实 所以根在哪 根在 不可以少善根 根在八大寒林的光化 也就是说 肚脐下面的火龙珠 一定要长 使他 千年不断 炉中火 心中常燃 万年灯 这个死 可以往生极乐 这不要说 我念一句 阿弥陀佛 他的来 他不来 我到地狱里 也去告状他 方法你没掌握 阿弥陀经的方法 你没掌握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这是通过教堂的图案 告诉你 看 这个完成了 大家看 你的这个天使出来了 大家知道我们在佛法有四面佛 那你看他的天使 实际上因为他只能展示三面给你 他也是四面佛 看见没有 也是四面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天使宫 所以跟我去的人我都教他们了 这个秘密今天时间来不及 不教你们了 下次这个在课堂中教 所以那么他整个的 那最后告诉你 圣者把手放在这 靠自立呀 要自己用点功夫 不是光靠天上的力量就行 这个力量有了以后 自立有了以后 再看另外一个圣者的 这个就看懂了 另外一个圣者大家都懂了 要拿着一本经 然后上面要指望天 指望这个通道连上去 通过诵经典 通过读经典 诵经典 拿着经祷告 通过这个经连接这个 这个叫外密部分 就是你的一定要什么 有这个供养心 叫上功下士 所以我们要不要拜佛 要不要拜圣者 要 为什么 这是连通法界的唯一方法 但是可惜的是 现在大部分人 是走了迷信的路子 你连通圣者的时候 圣者不来 为什么不来 你的良心不对 你求圣者的这个良心 频道不对 很多人到了佛殿里 去求什么 哎哟 求你保佑我 发财啊 我要赚一百万 我拿二十万来装金哦 他赚一百万 分二十万给菩萨 贪八十万 贪污八十万 然后哎 你求我保佑我啊 怎么怎么 我怎么怎么样啊 跟诸佛菩萨讲条件 这个频道不对 你这个能打开佛门 打开心门了 你要打开心门 只有诸佛菩萨 我这个要跟你一样度众生 这个我度众生 我这个吃不饱饭 这个没力气 你看看能不能让我吃饱饭 这个愿就对了 你先要度众生 你要跟他干同样的事 这个同心同德 同贫共振 他老人家高兴 他就把钱拨给你了 你先说我赚一百万 我贪八十万 我再给你分二十万 你这个心太坏了 缺德心 那这个东西能求得到啊 而且我求孩子 老师没用啊 我求了 司马路多次去 求也没求到啊 经常去求啊 你求孩子干什么 我们很多人到我这求孩子 很多学生 徒弟也好 求了孩子 求了孩子 完蛋了 这个没孩子的时候 还来上课啊 这个有了孩子 哎哟 我孩子可怜 我不能来上课啊 哎哟我完了 没孩子 他有可能成天使 成佛菩萨 这有孩子 让孩子下地狱 因为孩子弄得 他没办法上课 他跟他俩都要下地狱 因为孩子做见了他 本来他可以成佛的 所以你求孩子 你求什么 你求一个念缘 求一个不让你上课的孩子 求一个你为他牵肠挂肚 不能肚众生的孩子 你求他干什么 就是你要求 你求一个孩子 我要肚众生 我怕我这辈子肚不完 我一定要有后人 跟我一起度众生 我求佛子 我求道者 我求来的是善缘 跟我一起度众生的孩子 你就送给我 不是度众生的孩子 你不要送给我 来了不让我上课的 我不要 你这样求 一求一个准 并且绝对是善缘 你不上课他就哭 你一上课他就笑 这个东西你乱求能行吗 有的人把责任推给爹妈 我这个不能上课 因为我爹我妈呀 他唠叨我说 我要上OSS上课 他就跳楼 你真来上课 他跳楼 你就超度他了 那功德大呀 你在这 因为你上课 妈妈死了 你这还得了 那诸佛菩萨都要背这个债 你怕他了 所以说你自己心中有魔 不要怪父母 有的人到我来都是我爸我妈怎么的 我说是你是想让你爸妈下地狱呢 还是怎么回事 你是菩萨 你是好人 都是爹妈怎么样的累赘你了 这都是借口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好死啊 拿着经 然后这个指天指地 然后法媒一连通 中媒一连通 我是一金针 连通天地心啊 这好死能连上 这个时候注意起心动念了 你的心发的什么心 你发的是十足的心 六道轮回的心 不灵的 不好使的 诸佛菩萨他巴不得把你从这个六道中解脱出来 一看你这么贪 你还追求六道的东西 不给你啊 只有是无我 空性 光明 在光明中度众生 然后诸佛菩萨开始给你力量了 为什么 必须这是种子啊 在人间等了几百年 几万年才等了这么一个材料出来 那不保护他保护谁啊 像我们这次去尼泊尔那个连师着急 把马哈嘎拉大黑天请来了 说OSS你们必须护持 就他一个圣旨 大黑天就报到来了 所以说你看那个 为什么我们OSS平台不求什么 不求富贵 不求 但是他一来 哎呦我们轻松多了 之前的每一个压的都受不了了 那骨干压的受不了 现在一杆谁来导弹 送几句心证 这一配就没了 都把他们度成光了 好使啊 为什么 你的心证啊 你心证你不怕没有护法 诸佛菩萨都着急啊 那这个世界没几个正道场在干这事了 他们在干 那我们不忽视他忽视谁啊 所以你注意 这个好使啊 真好使 你真祷告真求 你求耶稣也好 求圣母也好 求诸佛菩萨也好 到这连通了就真好使 那注意什么 不好使要检讨自己的发心 起心动念 你求了为什么 唯度众生好使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什么 这是外密部分 也就是来自他力 有些时候 什么是他力 他力不是六道众生的力量 是可以借助 但是很微弱 因为他们还在六道中 所以我们主要借助 四生法界的力量 就是真正成圣了 他们得了 这个有一个固定的明体身 在法界的 这个身为什么说又无身 因为他是空净透明的 你肉眼看不到 仪器测不出来 所以他又无相 无不相 是这个意思 他可以变化成 所有的相 他大者不弃 不弃就是 不固定自己长什么样 当以什么身度众生 他献什么身 在哪个道中度众生 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记住 今天时间的关系 也就只能告诉你三个要诀 第一 我们要借助圣者的力量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齐请 我们要供奉 有条件的一定加理 你信什么宗教 一定要供养 供养圣者的塑像 我们特意从尼泊尔 给大家请来了 真正如法的这些像 这些像大家要重视 这是文物 不是你在街边摊上 买个几块钱的东西 它真是手工打造的 它是文物 说你有这个佛教信仰的 你供这些 那它可以传家之宝 你供了 儿孙供 因为它是文物 将来有一天不供了 两百年后 你拿出来卖 那是文物 那还是国宝了 对不对 你现在有个清朝的文物 那就不是当时买两块银元的事了 你现在是二十万港币 还是二十万新币的事了 所以你要重视这个 特别是你们这个发心供出来的 那个将来那不光是钱的事 那上面还有很多的无量功德 你把这个留给子孙后代 那他的福报是一代接一代的 我们这次去释迦 去尼泊尔 释迦 人家是三代做佛像的 尼泊尔人都很穷 他家富得不得了 他爷爷给他们几个儿子 都留的这个高楼大厦 别人住小草棚子 他那个都是三层楼的 那个独立式的 家族都这样 富得不得了 为什么 为佛打工啊 搞三代搞佛像啊 我认识台湾的我们一个师兄 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我的学生 我们这次从他那进了一批 这个大佛殿 跟这个 这个 祠堂的佛像 你们将来出来 你们就震惊 不是你们看的那个照片 拿出来那个金碧辉煌 家族好得不得了 干了几十年 台湾人 所以大家要重视 你这辈子选什么行业 人家有一句话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你们现在女人也别怕嫁错狼 那女人现在也干生意 你也怕入错行 还是选一个真正的 在又能赚钱 又能赚功德的行业去做 这个子孙后代 他就不得了 所以大家要修供养 修供养 供养诸佛菩萨 供养圣者 你说我信耶稣 好 应该供耶稣的相 供耶稣的相 那么这是上供 供养 供养法 但是要注重 助圣跟开光 这个我也接触一些 天主徒跟基督徒 他们也不信我们这一套 我说那你把你家里 送的那本圣经带来下一次 所以他就把家里圣经拿来了 拿来以后我就给他助圣 我就请耶稣基督 咱请得到啊 对不对 他老人家慈悲一请就到 然后给他一助圣 这个圣经啪一放光 我再往他头顶一放 一个机灵 然后回去就连同了 回去他只要送送圣经 你看 这样就来了 他就好使了 他求什么 马上清静了 马上消夜这样了 说这是一招啊 他虽然不肯 修这个上提 下压 这些功夫 对吧 这一口饱瓶器 他不修 这个灼火 他也不修 内道场三个丹田 不修 但是他通过这个 至少受益一部分 他这辈子不能够 获得永生 但是他至少可以消夜着 不用都背着 第二个就是什么 自己的力量 一定要刚才 一定要学这些 内练技术方法 把自己的内道场练起来 要里面放光 里面放光了 外宇宙 借助你这个小宇宙 就可以放光 因为里面通透了 外面就通透了 外面的光可以通过 你这个光放出去了 利益广大众生 第三个重视 场力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重视地灵场的选择 重视住宅风水 注重跑这个有道的道场 也就是有加持力的道场 什么是加持力的道场 你到这来不一样 你感觉到麻素素的 你感觉到清静 感觉到安静 心里不是那么浮躁 这就是有道的道场 你去了就心烦意烂 不想在那待的道场 那就是无道的道场 他没有得到助圣 没有得到开光 他那里没有真佛 没有真正的能够连通的师父 所以要注重道场的选择 另外把自己家庭建成道场 你要学解戒 学解戒法 学解戒法 自己用先天的风水格局 调整成道场 自己住的家里成道场 办公室成道场 你到哪里都带着道场 住宾馆 把宾馆解成建 解成道场 走哪里都有护持力 不会被外邪 侵扰 同时你的光 不会被耗散 第三个你要学虚空姐姐 老师为什么 到任何地方 都带着场 因为它里面 在黄庭地方 已经炼成了一个金刚 金刚身 金刚身就是这么一个塔 这一个教堂 它变成了金刚不坏的 它就安住在它的心间 天元 地方 六合结构 八方姐姐 那么这个它走到哪里 把这个小的从内放到外面去 它在虚空中都可以解解 这没有青龙 白虎 靠山 什么都没有 它走到任何地方 它要在那休息一下 像释迦牟尼树下一宿 它在树下一宿 那还得了 它是天龙护佑 这个地上的鬼神都护佑 为什么 它解解了 解解了就是道场 所以它坐哪儿 哪儿就是道场 虚空解解 处处皆相云 诸佛菩萨到哪儿 哪儿就是道场 这就是最后 大家通过内列 才能完成的 自信道场的建设 自信道场 你有了 你走到哪里 就像你带了一块磁铁 你坐快铁 一小时四百公里 但是你那个场 你只要磁铁在哪 你的磁场就在哪 懂这个道理吗 有人说老师 我在这个地方 坐地铁 坐什么 我这人在车上跑 那个场不就散了吗 我连通了 我是一金针 连通天地心 然后这个车一跑 这不天地就换了吗 然后我这个场不就没了吗 你不知道那个场 你是磁铁啊 你磁铁 你车跑你磁铁不跑啊 你是个人 你在车上坐着 你的场在你体内啊 那你是个磁铁 你走哪那个场 都被你带着呀 所以大家要好好求 这个内道场的成就 叫内道光明的成就 这叫母光明 子光明 最后子母光明会 就外道场是光 自己里面的内道场是光 子母光明会 才变成无量光 才能真正利益重生 时间的关系呢 这个也没有办法讲太多 一个是拿一个铃铛 大家听听 这个铃铛有秘密 大家看是个铃 跟我们的金刚铃 我们佛教用的金刚铃 是一样的 它底下也有个铃 但是它的铃有点 有意思 大家看 这个铃 人家用了一个单 圆形的 球形的 OK 这个做得更精致 另外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 克里姆灵宫中间 他就是从来没有 敲响过的铃铛 因为他叫什么 此时无声 胜有声 所以不要你想 他就是你黄庭 这就是你的胸隔膜 懂了吧 这就是你的胸隔膜 然后胸隔膜底下的 里面的那个点很重要 那就是你的不死明点 就是你的黄庭里面的不死 发生如来 就是你的上帝之光 要护斥它 所以是听 常听它 常内视它 反观内照它 常听 观听在黄庭 这就是秘诀 然后上面呢 是八瓣莲花开 它这个顶上 它开了以后 你的这个猪 它就跑到上面来了 就变成明点 游走在中丹田 上丹田 下丹田 游走在五脏 游走在你的所有的身体的 每一个细胞 游走在细胞里面的DNA中的光点 就是变成的 要把八脉道打开 你体内的三脉 七轮 包括七万两千条脉 都要打开 细脉都开 才能进去 你的所有的光子中间 利用黄庭这一点 不死明点 这一点真光 把所有的黑子 都转换成光子 变成无量光身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是我们佛教 佛家才有这个金刚灵 人家也有金刚灵 但是他不拿在手上摇 他挂在那儿 就不动 但并且他的铃铛上 特别有意思 他把圣父圣母刻在上面 当然就给他们说 这是多少世的沙皇 这是皇后 你不管他怎么说 但是这个叫真父真母 真父真母 中间就是真子 真子 他就用这个来演示 在皇庭 夫妻和和 得圣因 胎化之道 是在我们佛法中 胎藏界的秘密 这是这个铃铛的秘密 这个铃铛里面有什么秘密 我这个借助 这是尼泊尔请来的宝贝 这个秘密在哪儿 大家注意看 这个把它这个合上 这个合上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什么 头一个点 我曾经解释过这个 这个金刚柱 中间这一点 实际上是一个宫殿 实际上是一个宫殿 那么这一点 怎么样才能真正打开呢 这是百慧 这是慧音 这是前面的弹钟 这是后面的甲鸡 并且要有四股螺旋 朝向外 实际上是八股螺旋 因为还有四个 是在它的侧位 我们将来有一个 做一个九股的 九股的 但是用这个演示 中间这就是中脉 这是上下中脉 左右中脉 前后还有一个什么 中脉 然后螺旋的能量 到里面怎么样 放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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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所有的光 向内回归到一点上去 这也是我们在 这个西方 它这个教堂上 也同样有这样的秘密 也就是说 它要在这个点里面 建自己的宫殿 建自己的圣殿 所以我特意 今天还用这个 加持你一下 然后你们这个 打开头顶 打开头顶 然后把它灌到里面去 既然你们来了 有这个圆 包括网上的 你们听的都可以 我从这个中脉 给你灌进去 灌进去是 左右前后上下 都有的一个十字结构 逛在黄庭 你可以把它缩小成一个点 存在那 将来放大的时候 上面放到头顶螺旋 下面放到汇阴螺旋 前面放到这个 弹中螺旋 后面放到夹几螺旋 左右两面是腋下 有一个点 对应着这个弹中 跟夹几的这个平行线 那么最后 密意在黄庭 降下去 在黄庭 成就自己的供殿 自己的圣殿 把这个全息 给你们灌进去 收到了吗 收到了 这个呢 不值钱的一个木棍 跟我从这个乌拉尔山下来的 大家这样看 它是一个什么 看到它是一个龙了 这也是无意间土地公共送来的一个保障 下面呢 我借这个全息的 这是来自北龙的东西 把北龙的信息 通过中脉 给你们灌进去 大家闭眼睛 卢脑枪放光 胸枪点燃五番 佛灯 下腹枪 然后把这个 红光珠悬动 火烟 熊熊燃烧 它是一条黑色的小龙 化成无量的龙 进去你们的两肾 命门 一起生发功 这几个点一完成 化成你们的脊椎骨 好 合掌公拜一下 感恩一下 这种东西 这种都是借助全息科学 全息科学 这个呢 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 这是 在摩斯科 著名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的秘密 有很多 将来在具体的这个 这个 将给你们开的这个 耶稣密法里面 会教给你们 但是我现在用它晃一晃 把这个信息晃给你们 所以你们睁开眼睛 看它 看完了闭眼睛 通过全息传递给你们 感觉到晕是正常的 你自己感觉到晕 旋转 天旋地撞 都是正常的 安置在黄庭 把自己的念头 安置在黄庭 打开泳泉 打开劳工 打开头顶摆绘 打开身上所有的毛孔 最后收在黄庭 最后 所有以后你们经常 要把自己的眼睛 看在黄庭 耳朵听在黄庭 眼耳鼻式深意 安置在胸膏下面的黄庭 你的心脏病很快就会好 高血压很快会降下来 你的心烦气躁的病 都会降下来 那么以前你们是提心吊胆 现在要把心放在肚子里 那么自己很多东西 就会发生 开始发生真实的变化 另外呢 我们这次去北龙 带了一水晶球 大家看到这个 在这个柜子上 不多 一百多粒 这里面连接的 不单是北龙的信息 他已经把九龙 灌进去了 因为九龙我都踩过 那么它里面是 从中央一点凝聚的 边上八条龙 也去加中央龙 是九龙的信息 十分疏胜 待会儿呢 你们请不请无所谓 你们可以去试验一下 有个人拿着你们用双手 在那感应一下 几个骨干 你们可以排成一排 给大家感应感应 因为也太晚了 十一点半了 好 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再次的感谢 感谢各位 谢谢 晚安